总共是有三名司机确诊 沈荣金以及复密和佩山居家隔离 而苏奎今天上午是到医院进行PCR 政院也设置了筛检站 专家指出不能排除沈荣金是未阴性的可能 更恐怖的是往前推五天的危险情 沈荣金和总统苏奎甚至是指挥官城市中有同框 他们也因此暴露在风险当中 本土疫情延烧行政院也沦陷 政院大门口直接设置快筛站 官员员工排队裁剪就因为已经有三名司机确诊 4月10号下午行政院一名司机 因为身体不适医院裁剪阳性 院内紧急裁剪日常接触者 又找出两名驾驶也确诊 而他们的密切接触者 就包括了行政院副院长沈荣金 以及副秘书长葛培山 两人PCR裁剪阴陰性 但仍需进行居家隔离 院长今天上午也到医院进行PCR 用裁剪结果为阴性 目前身体状况良好 副院长昨天晚上验PCR是阴性 所以在这个时间之前 跟他接触的人不会有染疫的风险 苏奎11号PCR裁剪阴性 证院匡例的35人目前也都是阴性 但专家指出不能排除尾阴性的可能性 尤其8号使用金才跟总统同台 在往前推7号行政院会 以及6号的扩大防疫会议也都出席 包括苏奎以及卫抚部长陈时中 还有疫情中心的张上纯 陈仲彦等超过15位官员 都因此曝露在病毒风险当中 非常危险 所以现在第一次阴性 并不保持说没问题 因为很多人都是阴转阳怎么办 通常一般五天以后危险期 那之前很可能就已经有病毒在传染 为什么民间企业已经有在要求说 每天要做快筛 而这些政府官员没有 是不是官很大 所以不需要每天做 疫情火烧国家最高行政机关 这样的新台湾模式 也让国人看得瞠目结舌 胆战心惊 就怕下一回烧到的是资格的家 见人家贵王志文台北采访报道 在这一回事里面的家贵王志文台北采访报道 这一回事里面的家贵王志文台北采访报道